为了要让大家感受到12月份的夜淡气氛 新明里长在新明公园打造一棵圣诞树 里长表示这座新明公园附近有许多住户 在新增了灯序之后也点亮了新明公园 下星期就是圣诞节 为了要让大家感受到12月份的夜淡气氛 接续在上个星期淡水区公所的点灯仪式之后 新明里长也争取到经费在新明公园 打造一棵圣诞树 里长表示这座新明公园附近有许多住户 都会来到这边散步 或者是带小朋友来玩 在新增了灯序之后也点亮了新明公园 圣诞节将至 然后我们新明公园现在也布置了一些圣诞灯 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圣诞节的气息 这个样子会把我们的圣诞节装扮得比较热闹一点 也会让我们这个新明公园会更多采多汁 里长说在过去每年都会为新明公园在十二月份圣诞节前 换上新装 而这一次的圣诞树用的是一连串的灯式组合而成 以底部悬空的造型在夜晚看起来特别不一样 营造新明里的夜丹气氛 目前为止我们有在新明公园的正中间 有设置一个类似圣诞树的一个圣诞灯 然后旁边还有做了一个七彩的一个放射性的灯 然后照亮我们整个新明公园这个样子 里长说出了公园中央的圣诞树灯式 周边环绕着以放射状连接中央的方式 打造七彩灯序相当美丽 里长也说这样子在夜晚看起来特别亮眼 也为新明公园创造每年都不一样造型的圣诞树 迎接圣诞节的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